從我的朋友開始跟我推 我就從來沒有買過就是 潛在就是比較高風險的 我會覺得最好不要痛 你先從譬如說你認識的 雖然我會建議各位 在未來可以立足台灣 放眼全世界 但是你的起步 是不是應該又 從你最熟悉的地方開始 就從巷子口的711開始 對 先從好股票 像711又是不是有對應的股票 就代表說從生活中 你找到投資標準 這是好的 股票就一定是一個 值得去研究的一個投資的方式 也有增值的空間 那之後如果各位想到說 譬如說你真的白天打電腦 晚上打孩子 你沒什麼時間 在沒有時間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那你就是你再透過 譬如說以基金的操作 基金的操作來講 是不是等於是說它也是一樣 基金也是買好股票 如果說你自己買 你可以買得到好股票 那就是算你厲害嘛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不管是時間不夠 或者是說你需要另外一個 就等於是說朋友來家裡吃飯 我不一定要自己煮 我可以去找好的餐廳去吃 所以說同樣的概念來講 你用就是好的基金 它是不是就是買好的股票 才能稱之為好的基金 所以可以先從台灣的股票開始 好股票開始著手 那之後來講的話 你就會可以進入到所謂的 就是因為你也怕錯失機會 好股票這麼多 那你怕錯失了 買了A 放掉了B 那你選擇一個好的基金 好的基金就會選擇好的股票 其實概念跟邏輯都會相同 那我們都知道你是靠著基金 達到財富自由的 那你建議大家買基金嗎 那哪一些基金 是你建議大家說 其實如果真的要入手之前 還是要多停 看 停 多了解 那哪些是你完全不碰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連包括我之前 因為我是從所謂的 證券的自營部出來 理論上來講的話 大家就說你該去做股票 做期貨那些東西 但是我一直認為是說 基金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像我們不是常常在講 立足台灣 放眼全世界 你台股會做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其他的市場 其實也會更好的機會 就像你說台股有在漲 你說美國有沒有漲更多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只看台灣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你會錯失 那個其他國際市場的機會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買基金是基本上 是我本來就認同 而且做了這麼多年 這我習慣了 第二個是你在選擇基金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當然 你就是還是要看一下 那個國家的狀況 或者是說你抓一些 其實你很清楚 變成5G 你很清楚 然後或者是說 所謂像科技股 像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是所謂的未來的趨勢 你去做這樣的長期的 規劃跟投資 我本來就覺得 這個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有些 其實跟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高收益在的概念 有一點點像說 有一些基金 因為它會強調配息 因為台灣人在買基金 現在沒有配息 這兩個是感覺不能推了 對啊 但是你說一個基金要配息 應該要合理一點點吧 在合理一點情況 但是像有一種基金 從我的朋友開始跟我推 我就從來沒有買過 就是南非幣基價 為什麼南非 因為南非幣基價 那時候他們跟我講說 我說我的非洲還沒有去過 我去過我再來考慮一下這樣子 我說你讓我親眼看到獅子 在草原上奔馳我再來買 但是因為南非幣基價 代表它是一個南非國家的一種 算是基金 對 就像剛剛講的一般的國家 不管是新興的亞洲國家 還是所謂的成熟國家 沒有人把利率給得這麼好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南非幣基價 就是蘭德 當時他們在講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講說 蘭德的幣值的所謂的 所謂就是對投資人是很有好處 我想說它如果是容易急升 它一定容易急扁 對啊 所以說很多人 他其實在買那一檔 就是那個南非幣技價的基金 它進場到出場 其實它的進值沒有減損 但是光匯率就虧到虧兩成 這麼多 對 所以你想說一般 我們講說一般的匯率 不管大家守證 美元 台幣 日元 有哪一種貨幣是隨隨便便 就可以正負20% 但是南非幣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這種所謂的 明明買基金是希望在風險上 我們追求報酬 但是風險上 我們有某種程度控管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去涉入一個 它潛在就是比較高風險的 我會覺得最好不要碰 是